苏美两国爆发冷战 全人类都被笼罩在核战的阴影下 像神一般强大的曼哈顿博士 这一次也无能为力 严峻局势之下 人类如何才能摆脱核战危机呢 今天目位就给大家讲一部 DC科幻电影 守望者 乔恩是一名核物理学家 在一次意外的实验中 他成为了拥有控制粒子 预知未来等超能力的蓝色光头 是的 他变突了 也变强了 很快他就被邀请加入美国政府 政府对外称他为曼哈顿博士 在他的加入下 美国政府获得了越南战争的胜利 但这却激化了苏美两国的矛盾 冷战开始 人类被笼罩在核战的阴影下 另一边 曼哈顿博士曾加入的守望者团队里 有一个老成员惨遭杀害 守望者之一的罗夏 调查认为 这是有人在专门针对他们的团队 于是他找到以前的成员通报消息 当罗夏找到曼哈顿博士的时候 发现他正和女友在一起工作 博士早已知晓罗夏过来的目的 但是他预知未来的能力 继续调查 但是途中被人算计 最后被警察抓进了监狱 而曼哈顿博士这里 因为一直在工作冷落了女友 两人也是大吵一架 不欢而散 即便如此 敬业的博士还是换好衣服 准备接受工作采访 在电视台 记者列出了一些得癌症死亡的人 这些人无一例外的 都曾和博士有过接触 因此博士被认为会产生辐射 让与之接近的人患上癌症 想到刚刚和女友吵架 现在又当众被人污蔑 曼哈顿博士一声怒吼后 便瞬移离开了电视台 这天开始博士失踪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消息很快传遍了世界 苏联那边得知此事 开始调集部队 以此试探美国政府的态度 而美国这边看见如此挑衅 也打算发起战争 人类很有可能 在核战争的爆发下 就此灭亡 这天守望者团队的法老王 在自己的公司里 遭遇到了杀手的袭击 好在他身手敏捷 及时控制了杀手 但是没想到杀手嘴里含毒药 果断的服毒自杀了 看来真的是有人 要找受望者的麻烦 博士的女友也是团队成员 他联系到一个退休的队友 叶霄 两人再度戴上面具 准备联手去救给他们报信的罗夏 两人在监狱里 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 终于救出了罗夏 会合的三人正商量 下一步该如何的时候 曼哈顿博士出现 带走了自己的女友 一阵蓝光闪过 博士和他女友出现在了火星 在这里博士告诉女友 整个地球即将面临核战争 人类可能要被毁灭 而他忙碌许久 才发现自己无能为力 另一边 罗夏和队友经过深入的调查 发现 这一切针对守望者团队的行动 幕后黑手 居然是曾经的队友 法老王 两人找到法老王时 法老王很坦率地承认 是他杀死了老队员 并找到方法干扰博士的预知能力 还安排记者弃走了博士 为了洗脱自己的嫌疑 他甚至雇了杀手 杀自己 得知真相 双方当即展开了战斗 一番打斗下来 两人居然没有伤到法老分毫 法老王表示 和他们交手只是为了拖延时间 他已经复制了部分博士的能量 并用这个力量 摧毁了世界几大核心城市 难道法老王是想统治世界吗 这时 曼哈顿博士带着女友来到这里 在博士压倒性的实力面前 法老王根本无法抵抗 于是他打开电视 向众人展示了真相 因为世界现在都认为 曼哈顿博士是早灾难 苏美两国握手言和 把博士当成了共同敌人 人类也因此避免了核战争 至此 大家才终于明白法老王的用心 博士看到这个结果后 也默认了法老的做法 在亲吻了女友之后 博士回到火星彻底告别了地球 而地球上被摧毁的城市正在重建 人与人之间也变得更加和睦 虽然这个和平 是建立在一个部分的牺牲和谎言之下 但这也许是最好的结局了吧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